9號 張泰山 同一隊在二局上半的進攻 現在是溫溫出局 一二壘上有跑者 大家輪到第六棒的張泰山 張泰山 森林王子在今年球進了 兩成八五的打擊率 另外有十四支的群雷打 以及七十四個打點 那他的打點和群雷打 這兩項都是在今年聯盟 排名第五 我泰山你帶過的小孩子啦 他第一年打的時候 就是在衛拳的時候 對 那時候 還沒有扶兵就去了 然後這個 那時候頭髮還滿多的 阮蔭的先發投手 大搶翔泰 在第一局投出了 亮眼的三上三下之後 這一局面對獅隊的中心打者 連續被打兩支單打 現在又要面臨 這個非常具有長打能力的張泰山 第一個球是投了一個 外角偏地的壞球 不過我印象中 這個張泰山都一直打第四棒 現在這個 可以說打第六棒 但是我相信他在第六棒 對球隊的一些貢獻度 也相當的高 尤其第五棒 第六棒 得點圈是相當有機會很多的 那四對的打者 人才積極了 火泰山來統一啦 角色也扮演得不錯 然後鎮守三壘啦 胃啊 真的需要金賀神 金賀 打成了本來後方的接壞球 因為其實在這種 台灣的職棒 比統一隊並不是 敬費上的問題 就是說有心要去培養二軍 然後讓很多人才 在裡面去競爭 我想這個就是整個職棒的發展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二軍的成立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體委會也特別強調 就是說二軍怎麼樣 我們在五年六年以後 怎麼樣去讓他更健全 我們改天可以看到韓國隊 最近這十年來他的力量 他的水準慢慢提高 就是他的二軍非常的扎實 一號球一壞球 這個球揮棒落空 那大場翔太呢 有一顆所謂的SFF 快速直插球 這當然也是他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武器 你剛剛講的就是這一顆 所以球的軌跡蠻重向的 這個引誘性非常的猛 那我們也 那個童醫師 賽前也都知道要注意 要注意這個 喝啊酸酒 但是有時候出手的瞬間 你很難判斷 這都是臨場反應 因為那個 這種球都是在本類版那邊 做一些變化 兩個好球一個壞球 現在無溫出局 一二壘有跑者 這個球提前落地 目前球數方面的 形成了兩個好球 兩個壞球 這個骨手新穿荷呢 要要求換一顆球 目前球數兩好兩換 一二壘上有跑者 二壘上的有高國興 一壘上的則是有郭戴錫 那張泰山的下一棒打緊的 將是第七棒的楊松懈 是對於在二局上半的進攻 目前落後一分了 但在這一局的 有非常棒的一個開始 一二壘上有跑者 張泰山今年得點圈打距離 是兩成五二 兩好兩壞 這一棒把球打成的在 中右外野方向的飛球 打得上到深遠 結果時間也是深遠的安打 壘上的兩位跑者 第一個跑者要準備考慮 來第二個跑者也要跟著 高國興的腳步 郭戴錫也回來狗分了 哇 張泰山 這次反向的安打 大概有兩個打點 郭戴錫的靠接招離安打 二比領先了 二比領先了 哇 真的厲害 我們現在在現場聽到那個 擊倒球那個聲音喔 搞精準 對 相當紮實 對 相當紮實 對 所以這個角色扮演很好 從這個角度看 張泰山的揮擊 並不像以前 他會完全用力量 去拉到左外野這邊 這個球雖然是靠中心一點 但是他還是推打出去 這就是慢慢的 有經驗的打者 年紀長的打者 像過去 青龍在年紀長的時候 也是這麼大 比較有推力 而且打的位置也相當刁鑽 這個中右外野方向 就是泰山現在 改變了一些攻擊的指標